四天重摔两次 肺掉到腹腔 阿和惨死 活32岁 守夜的人很辛苦 然后一直守到6点半 然后看到那个阿和 牵两只 然后趴在那个岸边 时差是非常让人难过 动物明星阿和 在昨天早上6点多磁士 享年32岁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 大家还一度预测 是12度低温冻死阿和 台北市动物园派20多人火速解剖 确定死因是横格膜右侧重摔 摔除了30多公分裂伤 导致右肺从胸腔掉到腹腔 造成呼吸窘迫死亡 如果大出血 你会口腔都出血 不知道有没有 那都没有 横格膜会卡住肺脏 它呼吸的能力就越来越紧缩 横格膜本身 本来的体液也是分开 各自有一个密闭的空间 那你把它和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采春感 阿和的四肢也没有大家先前猜测的有骨折的现象 横格膜破裂很难治 阿和这几天没治疗应该痛得很难熬 米花老师也说 若把阿和体重与撞击能量换算 第一次从货柜3米高跳车 相当于70公斤大人从17楼坠落 第二次两米高摔下 相当于70公斤大人从11楼摔下 董新闻综合报导 大人的独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